讓粉絲很嗨的 還有國品犀利人妻最終回 幸福難不難 下午舉行簽書會 雖然下著大雨 不過影迷們還是很捧場 力挺到底 影迷真正尖叫聲下 犀利人妻的主要演員陸續上台 從電視劇搬上大螢幕的 犀利人妻電影版 下午舉行電影書簽書會 雖然天空不作美 下起磅礡大雨 但台下的粉絲 還是穿起雨衣 力挺到底 有員們相信這是玉水折發 今天的雨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是非常非常大 然後大家還是這麼熱情的 來支持我們 來支持台北的獻書會 真的很感動 幸福 你們也謝謝 真的 謝謝在今天的大冰大雨裡面 因為大家好擁擠 我都好興奮你知道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電影中的女主角謝安蓁 究竟請歸何處 是影迷們關心的焦點 只是對於即將到來的 七夕情人節 演員們又要如何度過 也備受關注 情人節 看行李 對啊 陪兒是陪老公 然後一起看電影 父親節我有表示了 老公等你啦 今年暑假國片檔期相當精彩 除了七夕人妻電影版 即將上映外 還有票房衝破2500萬的 女朋友男朋友 以及網路討論度相當高的 BBS 鄉民的爭議 到底哪一部電影 可以殺出重圍 成為今年夏天最賣座的國片 就等觀眾買票入場支持 U電TV 洪彩亭 鄭一泰北報導 就到 谢谢大家